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想一想啊 就是我们要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无论是在商业也好 还是在技术也好 还是在产品也好 还是在人才也好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其实就一点 我就是要比别人强 当你比别人强的时候 你不用去争 不用去抢 自然而然 它就具有很强的攻击能力 很多事情 很多好的事情 都会被它吸引过来 为什么 因为一件事情 如果你做不好 你一定有一千个 做不好它的理由 但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能把它做好 你也有一万个 能够把它做好的原因 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们每个人的潜力是无穷的 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 自己仰慕的人 那么优秀的人都有一个特点 他们的身体里 已经埋着优秀的种子 即使他今天看上去 他会碍于现状 那么实际上 他这个种子 你要想办法去帮他 找到这个种子 其实我通常情况下 其实跟很多员工啊 包括我们团队啊 我们还有很多programmer 就是去找到 你人生中能够帮助你去发芽 帮助你去成长的那个点 每个人的那个点可能不一样 能够找到那个点以后 他就会慢慢的想办法去绽放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观点 任何这个管理的模式 都没有一定之规 发挥你自己的优势 以己之常 能够四两拨千斤的 最大限度的 使自己成为最好的那个自己 我觉得这个才是领导力本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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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